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说我是谁? 参考经文 又问他们说 你们说我是谁? 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 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九节 当我们与人见面 并有了一些了解之后 询问对方的工作 爱好或其他兴趣 是很正常的 我们会透过一些信息 来了解他人 看看我们有什么共同点 不过 我们很少听到 耶稣这样的问题 你们说我是谁? 然而 这是耶稣所问的 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因为他聚焦于他的身份和目的 耶稣也会问我们每一个人 这个问题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这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反省 因为我们的回答 将显明我们日常生活的方式 以及我们所信的是什么 彼得回答耶稣说 你是弥赛亚 即基督 神的儿子 你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 如果我们也这样说 我们就是宣告 我们的信仰和生命 是以耶稣基督为根基的 这将影响我们如何祷告 如何与他人交往 如何度过我们的一生 他还将指引我们 从爱我们 并掌管世界的主手中 获得平安 如果我们只是认为 耶稣可能是弥赛亚 这也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根基也会感觉 不那么稳固 希望这会促使我们问耶稣 你愿意我如何生活 这个月我们将默想耶稣的提问 你认为耶稣是谁呢 让我们一起祷告 耶稣 请赐给我们勇气 让我们能说 你是主和救主 并在我们的生活中 表明我们所信的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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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转发 上海